我觉得大人跟绘本 好像之间没有一个 什么界限的限定 绘本本就是给所有的人读的 然后反而是加上注音 让孩子们也可以读 你喜欢绘本吗 在你心中 它是只给孩子看的读物吗 许多大人在深入认识绘本后 为他丰富多元的艺术性 与创意感到惊喜 甚至借由作品深入社区 和各领域的人展开交流 当然也有些大人 本身就是这个产业的一份子 是创作、出版、推广 贩售过程的重要推手 这个夏天 我们展开了一场 名为小岛绘本散策的计划 透过Podcast的节目 邀请你一起来听听 他们与绘本相遇的生命故事 挖掘大人与绘本之间 密不可分的紧密连结 我如果去书店看到自己的书 如果有小朋友拿来翻译的话 我真的觉得很满足 在挑点的时候 我自己会有挣扎 有的书是自己很喜欢 但你会考量说 适不适合自己这个书系 虽然现在做的书有翻译书还有原创书 这样子的鼓励 做这个创作并不是要用最客观来讲这件事情 而是我们创作者本人对于这件事情的真实体悟 就是是我个人感受这件事才是唯一的真实 当他更认识绘本的时候 他就会知道说 其实不是用自多自少来 来衡量这本书好不好 或者是 对 他的价值其实 其实有时候 无字书可能是要看最久的 绘本是我生小孩之后才开始喜欢 因为绘本其实以前 我觉得他给我空间有点太大 可是有小孩之后 我觉得绘本会保留很多空间 给我和他之间的对话 对 尤其是对孩子来说 他大概刚出生 他第一本书大概就是绘本 对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图像 对他们来说是从小的美感建构 比如他下课后就看 诶有心书耶 我们就是可能吃晚饭 就会一起看那本书 那我觉得这本绘本故事书 灰灰的小脸蛋 可以让大家意识到 这些人不只是外观的不一样 他们内在上面也跟我们很不同 被信任的感觉很好 原来书是可以更心灵的去触动到他 或者是说想要实现 某部分童年的时候的一些梦想 我虽然说想要说故事给你听 其实我知道他会引动 他们想说自己的故事 然后另外有一个阿嬷 快90岁了 他只因为看到 陈志远老师的想念 那一本书的封面 他就掉眼泪 因为他说他好想他的妈妈 他妈妈已经过世30年了 可是我也是在那一次 我才知道说 原来关于想念这件事情 它是没有时间的期限的耶 不得不得了 家伙优贤 在岸牢里面 退归 在岸牢里面 就没有想念 有什么国家 两个人 这人 我的国家 就是